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这部作品呢将在7月20号的时候就全国公命了 马上就要走进您的视野 走进电影院一起来支持电影《风神》第一部 那这部作品呢也是沃尔山导演 及全体所有主创人员 共同用10年的心血完成的作品 这也是打破了我们华语电影当中啊 第一次实现了三连拍的拍摄 不仅是这部作品让大家期待已久 同样不仅是在故事当中 还是在我们的市校上都有了全新的升级 十年魔力 我相信在作品上映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让大家大饱岩服 那这部作品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了 所有演员精湛的演技 当然也在这个背后看到了东方的美学 看到了导演的用心 那今天的红毯仪式现场呢 我相信是各位等待已久了 那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邀请今天踏上红毯的第一组嘉宾 来到我们的摄影面前 我先听听今天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那今天高温我们也迎来了第一部 我们风神的演员来到红毯现场 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 风神第一部当中 百夫掌的演员们 来到我们今天的红毯现场 欢迎各位 那通过红毯呢 向我们走来的 是苏孝全的扮演者 单静瑶 以及吕公望的扮演者 百丽嘎 黄元记的扮演者 许祥 姚树良的扮演者 刘涵 钟志明的扮演者 许飞 金奎的扮演者 孙瑞 马赵的扮演者 金志浩 黄宗的扮演者 曲怡超 武高奎的扮演者 樊文东 那小伙子们也是 经历了腾腾的选拔 进入到了风神 演绎训练营后 经过刻苦的训练 用努力换来了 参演这部作品的 宝贵机会 并在电影当中 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演技 这么多帅哥站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有句话怎么说呢 我们一定要相信 乌尔山导演 选男人的眼光 好 欢迎各位 来我们先签名 背板签名留念 我们再拍照 好 他们今天呢 也是统一的着装 我相信不仅是在 在训练营当中的 配合了他们的默契 建立了他们的兄弟情 当然也是为他们的演技 提升了无限的帮助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 帮我们收一下笔 我们拍张照片 好 稍等 我们不着急 热吧 就像我们今天北京的温度 是40度 但是我们所有粉丝的热情 也是非常的高涨 也欢迎你们能够踏上 我们第一波的红毯 和各位面见观众 来 请看 我们请官方摄影老师 举手试一下 给他们一个统一的眼神 请看 好的 那我们也眼神 往上一点 后边还有我们的官方摄影老师 也一起来拍一张照片 好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可以了吗 媒体老师们 好 抓紧进去 我们稍后呢 还会陆陆续续在我们电影频道的 直播当中呢 看到各位精彩的亮相 和他们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分析 谢谢你们 请铺入会场 好的 第二部 我们风神的第二部演员 也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有请 游魂的扮演者马文忠 以及祖艺的扮演者图门 好的 现在我们通过镜头 已经看到他们了 云霄的扮演者春晓 碧霄的扮演者齐勒木格 穷霄的扮演者张雪涵 以及三一生的扮演者钱波 邓玉禅的扮演者纳尔纳西 泰鸾的扮演者刘潮 莫莉海的扮演者张艺龙 以及史门利的扮演者哈哈 欢迎各位老师 欢迎你们 好的 不着急 欢迎 欢迎我们风神第二部的演员们 来到了现场 那今天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 乌尔山导演呢 是十年魔力 创造了三部作品 今天其实就是兄弟们 齐心合力来到现场 来 我们不着急 可以来到这边 这边的观拍摄影老师 也在等待着各位 几位演员呢 其实都是在风神的第一部当中呢 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 那具体会是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的呈现 还是请大家放大眼睛 走进电影院观看的时候 找找各位老师的身影 也期待几位 在我们风神第二部 担当重要角色的演员 能够有精彩的亮相 是否有点偏台 好 我们稍微往右边来一点 各位老师 那这样我们就先拍照 拍完再签名 好 来 我们稍微紧凑一点 今天就是风神家庭的聚会嘛 我们也一起在这个红毯仪式的现场 在我们的背板前 留下你们的全家福 不仅是在风神第一部的时候亮相 那当然风神第二部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各位老师精彩的表现 可以了吗 来 我们请各位老师 在我们的背板上签名留念 谢谢 好 那现在各位老师 我相信啊 其实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风神这部作品 他们从前期的拍摄 到现在是十年的时间 我们都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但是他们用他们的友谊 用他们的演技 用他们团结的一致 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然也感谢 今天你们能够来到现场 在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面前 和各位一起来见面 谢谢各位 好 抓紧时间 步入那场吧 稍后我们见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好 那现在大家也可以抓拍 我把镜头给各位留下 现在是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 也开始刷屏了 喜爱你们的风神 我们的朋友们也已经期待很久了 把你们喜爱的电影人的名字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光屏刷起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踏上红毯的是我们 风神第一部片尾曲的演唱者 朱哲晴 欢迎 是不是看到了很多 非常年轻的面孔 确实导演这次 在风神的训练营当中啊 从百万的演员当中 能够选出了非常精湛的演技的演员 能够加入到了风神 第一部的创作当中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朱哲晴的身影踏上了红毯 他用几句带入感的嗓音呢 将角色的心境是娓娓道来 相信观众朋友们在观影过后呢 也会在你们充满魅力的歌声当中 能够回味着影片当中 令人感动的瞬间 欢迎朱哲晴来到现场 来 哲晴我们这边 哲晴这边 这边 好 这边还有很多的官拍媒体 在等待着您 我们先在我们的签名背板上 签名留念 谢谢 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看到的是 影片内容为大家带来的诠释 也希望大家在观看完影片之后呢 也千万不要着急离场 来好好听一下 来 周老师的歌声 我们先看一下官拍摄影老师 请看 好 看一下上边 好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正在呼喊着 周老师的官拍摄影老师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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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步入会场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邀请 我们风神第一部的演员们 能够踏上红毯 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年轻的演员们 他们是风神第一部里组成了 拥有雄魂舞魄的质子旅的青年演员们 他们是西伯侯之子激发的扮演者 于世 伤亡之子 阴交的扮演者 陈牧驰 以及 北伯侯之子 崇云彪的扮演者 侯文源 以及东伯侯之子 在我们的背板上签名留念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面孔 相信在未来会看到他们更多精彩的作品 手势统一 来来来 我们手势统一 好 来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老师 好可以了吗 好的谢谢 请步入内场 谢谢各位辛苦了 那稍后呢 还会有我们的观影活动 然后也会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和各位见面的 不要着急 今天你们会在我们的镜头当中 无限的看到他们 好那接下来呢 踏上红毯的是电影《风神》第一部出演 仙人角色的演员们 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红毯势头 看到他们的 再通过坦头看到了各位演员呢 好的 让我们有请 江子牙的扮演者 黄渤老师 以及 杨俭的扮演者 此沙 哪吒的扮演者 吴亚凡 深宫暴的扮演者 夏宇 原始天尊的扮演者 陈坤 欢迎几位老师能够来到现场 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人 当然也是在《风神》当中 为大家付出精湛演技 提供了完美角色的 各位优秀的 我们的表演老师们 四位在影片当中塑造了 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角色形象 诠释出了不一样的 先锋倒鼓 好 欢迎黄渤 欢迎夏宇 欢迎陈坤 然后欢迎吴亚凡 以及我们影片当中的《此沙》 欢迎各位 吴亚凡当时在《风神》出演的时候 是十来岁的演员 现在已经长大了 好 欢迎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关拍摄影老师 我们统一给一下手势 好吗 我们统一给手势 这样眼神统一 我们先看一下关拍 好 好的 看上边 上面的老师请举手 那我们手势统一吧 有笔一 有笔二 有笔大拇指的 来 我们笔第一 好吗 今天发现了 他们非常的磨叽 统一着装 全是黑色系 欢迎 欢迎 请步入内场 谢谢 好 左边 来 我们再补张照片 好的 谢谢 请步入内场 谢谢各位 行 不要吝啬你们的呼喊声 喜欢他们就喊出来吧 好 把时间都留给你们 难得是一次拍照和见面的机会 那接下来走上红毯 那是电影《风神》第一部 李搭档 傅子档的三位演员 通过我们的视角 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他们了吗 西伯侯机昌的扮演者 李雪剑老师 西伯侯之子 博弈考的扮演者杨乐 以及雷震子的扮演者 韩彭义 欢迎三位 欢迎李老师 他们三个人呢 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的 父子情深呢 特别是杨乐 还有我们李雪剑老师 所扮演的父子情深 能够打动我们 而且李雪剑老师可以说 真的是我们电影界的 定海神针 有他在 在影片当中 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温暖的瞬间 也看到了我们 在电影行业当中的力量 这就是雪剑老师 能够用他自身 自我的要求 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 年轻电影人 能够加入到我们 这个影视行业当中 看到您 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开心 雪剑老师好 你好你好 我们先在背板上签名留念 来雪剑老师 谢谢谢谢 来我们不客气了 反正都是一个团队的人 都是家人 来我们先跟那个雪剑老师一样 我们先在背板上签名 雪剑老师就是这样 不仅是对自我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还提携后背 用自己敬业的精神 在每一个角色当中 都会给我们带来感动 大家一定要走进电影院 去看风神 去看雪剑老师所扮演的 七波侯鸡昌的角色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瞬间 也让我们对父子情 能够深深地打动的同时 也想念了我们的家人 想念了我们身边的长辈 好 我们同样都挥挥手吧 像雪剑老师一样 我们同意 我们一起挥挥手给大家 今天不仅是现场 各位媒体朋友们 非常的热情 那在我们的直播现场 也有很多的朋友们 在线上等待着风神第一步的 各位老师们 踏上红毯和各位见面 好 谢谢我们不久留了 因为温度太热 我们先请各位主创 回席落座 回去休息 好 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 电影《风神》第一步里 的演员 他们是 伤亡音寿的扮演者 费祥老师 以及苏打几的扮演者 纳然 江王后的扮演者 袁全 欢迎三位 此时现在我们的镜头呢 一定是对准了三位演员 他们也在这个影片当中 用他们的演技 用他们感情的饱满 用他们自律的这种表演 以及身材的保持 都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演员的敬业 和对于角色的诠释 是很美 对吧 我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们 都抑制不住自己对于 我们演员的赞美 好的 请各位三位老师 来到我们这边的 签名背板区 我们这边还有媒体 等待着各位 几位所饰演的角色呢 他们之间应该说是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商朝的都城昭歌上 上演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故事 来 我们请在背板上 签名留念 好 签哪里都可以 飞翔老师 太精益求精了 连签名的位置都要精准到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 帮我们收一下笔 好 谢谢三位 来 我们先在这个媒体面前 合影留念 来 我们请这边 三位老师 我们在中间 好 这个可以 请这里 好 谢谢 相信最近因为通过《风神》第一部 所有的片花 宣传的物料 也看到了 原权老师 飞翔老师 还有纳然 他们的表演 而且当纳然的形象 一公布之后呢 应该说是瞬间上了热搜 大家也对于打起这个角色呢 非常的期待 纳然的表演一定是 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 来观看的时候 给予我们年轻人的支持 他在自己当中 也是有了极大的挑战 好的 谢谢 可以了吗 拍完招了吗 好 保证大家的照片 都很完美 OK 好 谢谢 请步入会场 好的 接下来《大声红毯》呢 是《风神》第一部的 监制江志强 编剧《染瓶》 《染甲男》 美术指导兼造型指导 叶景天 摄影指导王玉 好的 欢迎几位老师 我们也看到了 在红毯的坦头 他们缓缓地向我们这边走来 今天的红毯呢 其实说是 在电影发布会当中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长长的红毯 它不仅是代表着 我们所有的演员 能够在十年的时间 我们等待着已久地走进 在7月20号的时候 走进电影院 也是我们所有幕后英雄们 他们为这部作品 所付出的努力 来 各位老师请这边来 来 江总 来 欢迎 欢迎两位然老师 欢迎叶老师 欢迎王老师 欢迎 从2014年6月份的 项目启动以来 幕后的创作团队 就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在剧本 美术 服装造型 摄影等多个领域呢 是全情的投入 雕刻的细节只为是 在我们的荧幕上呢 为大家塑造了 引人入胜的风神世界 影片如今能够与观众见面 离不开 我们各位老师 始终如一地坚持和付出 来 各位老师请留步 来 江总 江总我们这边 好 中间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拍张照 我们精准地和我们的风神的海报 来一张完美的照片 好 请看一下我们的左上方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好 赶紧抓紧进入那场 谢谢 稍后还有发布会 在我们的直播上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此刻走上红坛的是 电影风神第一部的导演 编剧创意制片人 沃尔善导演 影片的音乐总监 兼作曲人 也是沃尔善导演的夫人 蒙克卓兰 以及沃尔善导演的两位 英俊帅气的儿子 欢迎你们 欢迎一家四口 欢迎沃尔善导演 欢迎卓兰老师 欢迎两位帅气的儿子 我天 今天真的是全家亮相 让我们很感动 沃尔善导演应该说是 他十年磨一剑 用风神三部曲为中国的神话史诗 类型的突破 与创新 开疆拓土 而门口卓兰老师呢 与他所带领的音乐团队 也是用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音乐之作 创造出了我们影片当中强劲的生命力 当然在我们电影人的默默付出 努力工作之下呢 更要感谢的就是他的家人们的陪伴 我们看到其实两位孩子年龄尚小 但是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 风神第一部的活动 也是对于作品的支持 也是对于家人的支持 好 可以吗 来 请看一下 请举手示意 好 谢谢 我们都说了 其实为电影事业奋斗的背后呢 我们一定要感谢的就是 两位孩子们 以及为这部作品付出台前幕后 每一位电影人的家人们的支持 好的 我们再看一下左边 好的 谢谢 谢谢乌尔山导演 谢谢门口卓兰老师 谢谢两位帅气的小伙子 谢谢你们 请步入会场 一会儿稍后我们再见 马上步入会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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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今天我们现场直播的朋友们 有没有通过我们侧边的 呐喊声和欢呼声 感受到今天风神第一部 现场的热闹氛围 那稍后呢 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红毯仪式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稍后再见 拜拜